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比三个比一太伤 这不够我无证却看得见 哈啰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日主日平安 又是我们信仰分享片 教祖前我们提到 我们不要做一个迷信的人 当然是包括基督徒 在我们责任的范围 我们真的不要做一个迷信的人 但是在教会的范围 今天教会的责任 教会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你说这个议题 其实我记得好几年前 都是一个热话来的 但是来到今时今日 我觉得这个议题 不是热话那么简单 是迫在未知 如果教会再不反思 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逐点说就是倒门 又或者没落 是不远的了 在我们地区的英国的教会 我们都看见的 有些教堂很大 但是聚会的人数只有十多二十人 有些是二十三十人 所以在同一区 有些是同一个团体 所办的教会 他就会把不同的教堂的信众 在一起 可能在一起都是六七十人七八十人 不如一起聚会 其他就关门了 在今时今日来说 都无可厚非 因为资源的运用 但是其实是一个可悲的事情 你说我们今天所聚会的教会又如何 好像是挺好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不反思的话 我相信不出十年八载 尤其是地区性的教会 当然宇宙性的教会 我相信必定会存在 因为教会是神的家 但是地区性的教会 很容易会倒门 为什么说到这么严峻呢 就是因为AI的趋熟 人工智能月趋成熟 以至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他会取代 人类的工种 有可能几十个百分之四十个百分之 主要是什么的工种呢 就是一些靠知识传递的 又或者是靠记忆量够大的 这些工种 就很快被取代了 你说关教会什么事呢 大家会有没有发觉 现在教会很多的牧者传递人 都很质重就是知识的传递 你可能听过不止一次 不同的传递人 他很着重如何教导信众 在真理上的认识 甚至一些神学院 搞到的神学科程 去培养评训徒 都成为一些神所用的人 很质重就是他们 在圣经真理知识上的装备 尤其是这些 很快会被AI人工智能所取代 所以如果教会质重在这方面的话 我坦白说 大概十年八载左右 我们所属的教会 或者你所属的教会 很快会悶落 如果我们身为 假设你是牧者传递人 质重于圣经知识的传递 很对不起 分分钟容许我这样说 你在十年八载之内 慢慢会发觉 是真是没得做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必定要反思 我们还是否这么强调 圣经真理知识的传递 那你说 那不行啊 教会一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一定要传递真理 真理是基础 我所说的是 我们质重于知识的传递 真理在我的理解来说 不是纯粹道理 是包含生命 如果你只是质重于真理 道理上的传递的话 很容易 不要说几年之后的人工智能 就算今天的人工智能 我们打任何的神迹 或者任何一卷书 任何一个书信 那一段 为什么 所有东西都出来了 甚至乎是比我们的资料更加精准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了短书 我们只要参考大概五本参考书 其实大概的解释已经出来了 更何况今天人工智能 你在出GDP那里一打 它会将不同的解释 它已经帮你浓缩了 浓缩了 然后再用精简的字句 再显示给你看 我都搜索过 用不同 比较很难的一些神学的议题 去打下去 它真的可以说一板子 都出来了给你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问 作为一个信徒 我们还需要你传递些什么 当你在台上一说的时候 我在台上一打 出来了 你究竟说得对不对 咦 不是啊 再深入一点 这个解释哪一个神学家说过 都出来了 那你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教会如果只是侧重于真理的传递 或者作为牧者传道人 甚至乎有一些 我也见过一些牧者传道人 是有一些些夸口 就是他觉得他说得到 是比较深的 你听的时候 即是打声十二分精神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不起了 很快 你会没什么做 在《贴萨罗尼加》前书 今天我们以经文去看看 教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一章五节至七节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权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 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并且你们在大患难中 蒙了圣灵所致的喜乐 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 甚至你们在了马其顿和阿哥英雅 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这里提到几点 允许我用这三节 来讲教会存在的意义 如果作为传道人没有榜样 那我们的信众 凭什么去学到 好像保罗说 学了效法他们 也效法了主 这是一个生命的传递 这是AI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 这里第五节说 那个福音传到他们那里 不读在乎言语 这个言语也可以解作道理 这些道理不是在乎这些 而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第一部分 道理 AI人工智能可以取代 不过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我相信人工智能取代不了 你说 怎样为之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当我们去传递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带领着信众一起去经历神的权能 这个权能 如果我们查回的时候 是包含着一些神职歧视 因为食着神的歧视 能够显出神的权能 如果我们的教会 或者牧者传道人 只是侧重于道理的传递 而带领不到信众 进入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是包含着生命 这个生命是能够让我们 经历到神的实在 真实 能够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 能够经历到 他的神职歧视的同在 如果牧者传道人教会 带领不到信众 进入这个的话 我们就会失职 我们的存在角色 不需要 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这个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第六节说 梦了圣灵所持的喜乐 好像我们上次说 不要做一个迷信的基督徒 我很强调 基督徒需要直接 和神有一个交通的力 直接和神有一个联系 读神的话 经历神要直接 不是说我们将教会 将传道人摆在一边 不是 而是我们必须要直接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主观 经历到圣灵的实在 圣灵在每一日里面 怎样的提醒 勸勉和安慰 不是自我安慰 不是自我勸勉 并充足的信心 在这个充足的信心 是一个相乎相成 我们一点一滴 经历到这个圣灵的实在 比我们在生活里面 经历神迹歧视 看待安慰等等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 就会一点一滴的加上 正如阿伯拉罕也是 他的信心不是一下子 就去到这么高 他是一点一滴去经历神的实在 所以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增长 在第七节 甚至你们作了马其顿和阿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他们是活出一个生命出来 但这个生命正如第六节说的 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如果作为牧者传道人的生命都不能够活出基督 甚至在他身上经历不了的话 这样怎样让信众能够效法你呢 这样这个生命就传递不了 如果你只有一堆知识的话 很快人工智能取代了 另一方面也看不到你有生命的传递 可能你说 我很爱主的 我很爱弟兄姊妹的 在教会里很摆上的 是的 有些牧者传道人的确实是这样 我也听闻有一些基督徒反映 他是做一些服务性行业 他的服务性行业 他那个公司 有时候也会租借或者服务一些宗教团体 即是基督徒 有时候牧者传道人的确实会租借 光顺他们的场所 但是你已经过了收工时间了 但是亦都都很尝尽 他事实会 навsey 总是连车都没有迟回家 然后整堆员工 您别忘记 的员工呢 在位于证图上的员工是有一些不信主的 未信主的人就会觉得你们这帮基督徒搞错 有没有人性的 你好像很熟灵那样又吐槽又成的 但是搞到别人都没有车踏回家 这些就是熟灵到没有朋友 这样的生命我不知道传递了什么出去 我所说的生命的传递是真实见机在这个真理里面 这里说领受真道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他们从你身上看不到有基督生命的流 他们怎样效法呢 如果看见你是这样 那么没有人性的熟灵 他们也不想要 所以教会传递人、牧者 我们要反思 究竟我们身处的教会 究竟我们所教导的 是侦重于真理的传递呢? 还是有生命的成全呢? 如果教会不能带领信众一起经历神的权能 神的实在、圣灵的安慰等等 我们怎样能够提升他们对神的信心?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只剩下知识的传递教人道人向善的话 怎样教导你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公司、同事、父母等等 这样的关系的话 很多社区团体 很多义工团体等等 甚至于心理学都已经做到这件事了 除了知识之外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无信仰的人士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为何需要你? 作为教会目者传道人 我们需要反省 臨近到AI人工智能月趋成熟 如果我们再不反思我们的存在价值的话 教会没落只日可待 好了 我们简单有点讨告 主耶稣求你得着镜头前面 包括小智 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多有服侍的 甚至乎目者传道人 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受智乎虽然没有看到 没有听到这个频道里面内容的 求你都在祂的心里面 来到祂提醒 究竟今天我们在传递什么出去 如果我们今天所传递的 只有知识的话 耶稣求祢联盟 求祢使我们能够回转 因为有一天正如老弟家教会那样 祂不冷又不热 就要将祂从口里面套出去 耶稣求祢得着我们的镜头前面 包括小智 我们作为一个信徒 但我们仍然认真的在祂面前 不甘于做一个迷信的基督徒 我们要直接联于祢 在末世的时代 做一个警醒的得胜者 我们简单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们 这条片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信仰分享片再见 拜拜 spin 得 crisis 飛 brauch 下一个信仰 跟着 lava 耶稣的爱的流氓 心中羞羞爱我 我们一起向世界获出爱 我们一起向世界获出爱 我们一起向世界获出爱